水母 水母是海中其中一種最多氧化和迷人的生物 近日,Later Discovery Park 提供了一個零距離接觸水母的機會 透過深入淺出的互動教學 認識更多關於水母的冷知識 大人小朋友還可以親身餵和摸水母 放心,這款常見的月水母是母毒的 工作坊好玩之餘 還可以令小朋友對海洋生物加深了解 這個workshop,我們想帶給小朋友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因為現在大自然和海洋已經受到很嚴重的破壞 我們希望這個workshop令他們對環保和海洋生物 增加更加濃厚的興趣 從而幫助我們一起做好環保的工作 餘親子活動於環保是很好的教育方法 家長應該以身作則 從旁引渡小朋友去實踐環保 我們可以從甚麼著手呢 就是盡量用少些塑膠 譬如飲館、膠袋 我們都會用環保袋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們不要吃一些已經是瓶泥的品種 例如魚翅 另外也有一些石斑魚 已經是慢慢列入為一個瓶泥的物種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吃一些人工魚 不要加以身體吃一萬人工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